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是要你手脚身体的驱感要有一个配合 因为有个子很大的你用力打它是打不动的 你个子小你打很大的人就比较累 所以说我们要练就是要练一种劲 它是通过你人体的身体结合以后才出来的一种东西 我们不称为是力 所以说你看我打这个 我打这个 如果说是用力 这是力 但我们不要花那么大的力 就是放松只能一种身体 手脚这个后背一种结合以后打出来的东西 别说 打得起来 你不能这样扭,这样扭,或者是这样。 这个手法的名字叫天该地,你用的时候矮的打高的不行, 对方攻击你中路的时候你可以用,所以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名字,你可以通过名字来了解它的用法是什么。 所以天该地,对方有拳打中路,他这个腿拍,然后就冲,打对方的下巴,然后掌打他的心。 这个手为什么要拍这个腿,是练里面一个合劲,合起来的劲,一个是上,一个是下,一个是有下往上,一个是有上往下,脚是对方的迎面骨。 这个掌一定要合,不要这样合起来,不是这样推,也不是这样推,捏,捏,捏。 出掌的时候,左手捏在右手手背上,发劲,要捏着走,他有没有捏,我不知道。 主要的,主要的,主要的力量来自于你的脚,通过你的腰,传递到你的手。 你不要!太少了。 这个脚。 嗯....前脚。 後腳 你不要 OK OK